丹妮艾伦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减肥女神 无数人将她的理直照片贴在手机壳后面 以激励自己健身减肥 丹妮15岁体重超过了200斤 25岁达234斤 令她产生减肥想法是因为病重的父亲 此后她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于是报名参加减肥王节目 最终赢得了14期节目的减肥王称号 体重从234斤减到124斤 几乎减掉了一半的自己 真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减肥后的她变得更美 某网友这样评价 她不仅减掉了大量体重 还练出了很多肌肉 体型更健美 丹妮很善良 且谦虚 尤其是她和丈夫的感情令人感到泪目 所以我认为她是最出色的减肥女神 结束了减肥节目之后 她也一直保持着健身习惯 还多次参加各种泡布 来鼓励人们积极地去健身运动 从2013年到2014年 她的体重上升了接近20斤 不过2015年她又再次通过运动的方式减了下来 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 她的体重一直徘徊在130至140斤 即使偶有上升 却最终还是能控制在一个平稳区间 但2017年下半年之后 她的饮食开始变得糟糕 体重就犹如脱胶野马上升了 肚子上堆积了很多肥肉 肌肉线条也早已不在 时光来到2018年 此时她的体重已上升到170斤左右 虽然并没有腐胖到当初 但体重却似乎一直在挣扎着上升 仍保持着健身习惯的单你体重依旧上升 由此可见稍不控制饮食 减肥后的反弹真的是防不胜防 感谢观看